说起韩国首尔,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个人是已经去过首尔几次,总的来说,作为亚洲发达国家之一的首都, 我是觉得这座城市的建设还算是不错。 商业发达,交通便利,对游客来说旅游起来也很安全。 好多外国游客去首尔,看到的可能是明洞、宏大、盛水洞, 这些地方时尚潮流的一面,又或者是江南富人区只最精迷的一面。 然而今天我却要不走寻常路,走进位于首尔富人区旁, 整个韩国最大的贫民窟,去一探首尔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不过,首先要说明一下的是,拍摄本期影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贬低或者超粉, 只是我个人喜欢去探索一些观光客不太会去到的区域, 从而更全面地去了解一个地方,光鲜和落魄的一面。 那闲话少说,如果你对本期的影片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这次所要探访的首尔贫民窟,名字叫做九龙村, 和江南的富人区仅仅一街相隔。 从首尔市区,搭公车就能方便直达。 如果要搭地铁,直接搭到九龙站,再步行个十来分钟就可以抵达。 公车停在了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边, 根据Google Map的指示,我就在这里下了车。 其实我的右边,里面应该就是这个贫民窟的样子, 但是现在这一区在铺路, 我也不知道怎么进去,只能先往前走。 一走进来的印象是听到好多鸟叫声。 九龙村形成于1988年首尔奥运, 为了美化首尔的势容, 当时韩国政府将许多平民迁移至此。 整个盆户区的面积虽大, 但却完全隐没在江南的繁华之下, 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 目前这里大概有一千多户住家, 总数超过两千人居住于此。 九龙村内大多数的居民或当苦力,或打零工, 更是有不少以食荒为生, 大多都是家徒四壁。 九龙村未能授予于韩国的经济奇迹, 也是韩国人最不想提起的地方。 不忍直视的居住环境和残破的景象, 与一街之隔的江南高级住宅形成鲜明对比。 但这里的自然环境很好, 像是在森林里一样, 然后这边有好多废弛的拉枝堆放在这里。 偶尔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居民走出来, 但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空旷。 能闻到这边居民烧饭的香味。 其实还是非常有生活刺心, 可能只是年前大家都贫穷的时候, 也就是住这样子的房子。 不过随着时代发展起来, 现在看起来就这个地方有点不可思议。 你看这个房子有多矮。 有点出目惊心的感觉。 确实有点出目惊心的感觉。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厕所或者洗澡的地方 我猜可能甚至都没有洗澡的地方吧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这个房屋里都有人住 有些人已经搬走了 但还是有不少人就留在这里 那這個屋子的外牆都是用這種 像這種破的布 把它給絞碎之後 重新做的一個牆壁 有些地方都已經爛掉 九龍村內存在大量用 藝燃材料建造的蓬護房和檢疫房 經常發生火災、洪澇等事故 就在今年1月的某天清晨 九龍村內發生了一起嚴重的火災 約60間房屋被燒毀 500多人被疏散 不過幸好沒有發生人員傷亡 看到如此不堪的居住環境 令我不盡想問 難道政府就不能解決這個貧民窟的問題嗎? 其實早在十多年前 首爾市政府就推行房屋重建和改造計劃 試著幫助九龍村內的居民搬出九龍村 但由於該地區多個利益方的拉扯 以及居民個人的去留意願 最終還是沒能解決這個問題 前面還有很大一片 這裡可能住了有幾千人 然後這應該是他們自己的菜地吧 這邊的村民也是有自己種花、種蔬菜 這個是當地知名種的蔬菜 雖然這看起來很破、很舊、很髒 而且首爾市政府其實也是願意給這些居民錢讓他們搬走 但是這些人呢就是不想搬走 他們肯定是有各自不同的原因想留在這裡 那背後的原因呢其實肯定也是非常複雜 一句話、兩句話也可能解釋不清 但是這也就是造成了在2023年的今天 在首爾最最昂貴的江南地區還有這樣一片 而且是非常大規模的貧民窟存在 年輕人資本沒有 資本都是中老年人待在這裡 像迷宮一樣 對於我這種第一次來的人很容易在這裡迷路 所以我也只敢在這個主路上走 房子的屋頂基本上就是用這種塑料的布蓋在上面 這個屋頂上都用這個很重的石頭壓著 應該是怕如果風很大把這個屋頂上的布都吹走 也許再過幾年 這整個一片地方都被拆遷了 那我這次來記錄一下 曾經2023年的首爾還有這樣一片非常特別的居住區 我覺得也算是一種意義吧 因為確實感覺已經有很多房子已經空出來了 但是呢還是有不少的村民還是在堅守著 前方呢據說是一個拉茲處理廠 有好多拉茲都是在前方這一片區裡處理的 不過這邊倒沒什麼臭味 有些國家的貧民窟臭齒熏天 簡單的參觀了這一片之雨 那我也準備離開 心情還是很複雜 因為我也不確定現在這些留下來的居民 他們是到底自願呢還是必不得已 我想應該都有 但不管怎樣 希望他們的生活能夠越來越改善吧 從九龍村裡開出來的一輛垃圾處理車 上面都是被壓扁的紙板箱 這個看起來是九龍村的正門口 因為我剛才是從側門進去的 這個正門旁邊好像就是一個拉茲處理廠 那裡堆支著高高的拉茲 眼前這些亮燈的都是已經住進人的豪宅 包括馬路對面比較後面這些高層都是 然後這一區也有十幾棟 那這些都是還沒有開盤再造的 估計也就是一年內可以完工的 他們是真正的正對著九龍村 這個九龍村的村口 就是在大紙鋪路 可能是為了對面房子開盤做準備 其實我心裡在想 這些富人們每天看出去 下面是這樣一片貧民窟的景象 他們心裡又是怎麼想的 會不會也會覺得有點慈慣 真的是一條馬路兩個世界 彼此都無法相互理解吧 現在就準備走回地鐵站 離開九龍村 這個是九龍村對面高樓大廈 示範的一個大門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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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